然後目前我們用DopeShip做完大部分主要的動作後 我們現在就是要開始叫金條我們的動作 金條呢我們就要用到Curve 我們按Ctrl-Tab可以直接切換到 滑鼠在DopeShip的這個介面上按Ctrl-Tab才有用 Ctrl-Tab 切換到這個 Graph Editor 我們要編輯我們的Curve 好 編輯Curve之前我們先來整理一下我們的Curve 因為像我們進到Pulse Mode我們選到一根骨頭 其實它這裡會有很多的 我們這裡平常都只有看骨頭 我們DopeShip其實就是看到最外層這裡 我們打開後它的旋轉位於縮放都有Key 這裡我們在我們開始調之前 我們先把我們之前沒有用到的軸向 可以我們用High起來或是甚至疊接著掉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用到這些值的話 其實我們會增加我們的不能說負擔 就是我們會要負責的東西會變多會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先這樣先把我們每一個Key 都沒有用到我們可以按Home快速擴張 我們這裡先把這個打開 打打旋轉像這個都是做旋轉嗎 Z軸的旋轉沒有我們這裡就按Delete刪掉 位移都沒有這裡可以吧整理 這時候我們就一層一層的把我們的所需要的Key 都整理起來 Root做完 在TGT 你的眉毛 眉毛我們做了Location 我們按H Home放大 這裡有Key Z有Key 好我們這裡旋轉都沒有到旋轉 Scale特別是Scale這裡我們都Delete掉 好 我們的 Home 好這樣我們這裡有旋轉的Key 這就是我們就動到Location 所以我們的旋轉跟Scale 都刪掉 好我們接下來這一段其實比較多東西 我們這裡就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整理按Home 可以顯示所有的Key Low 嘴巴我們這裡沒有 Local的Key 當然有旋轉 Scale我們也有做 好 TGT好了我們再來Stretch Stretch的話這只有 這只有做 位移嘛 就把 旋轉跟Scale 拿掉 旋轉跟Scale拿掉 旋轉跟Scale拿掉 Home 看 這裡 看這一 這個的 像我們Stretch 我們當時做的話 我們是只有做 Z軸 因為像我們的整體的旋轉 我們是用Center來旋轉 所以這條Key的方式不一樣 如果 我們不用 我們的Center來旋轉的話 我們也可以 全部靠我們的 Stretch去調整它的方向 所以我們這裡其實只有 Z 有 拉扯的 擠壓的動畫 所以我們這裡其他兩個走向 就可以把它拿掉 Stretch1 好 毛 毛的Key就複雜很多了 所以這裡 更需要整理 像 毛這裡有位移 也有旋轉 我們沒有縮放 我們把縮放的Key拿掉 縮放的Key 拿掉 好 好 好 我們在AltH 把我們的骨頭叫回來 H 嗨起來 Q 像這裡 我們這裡也是沒有旋轉 也沒有位移 沒有旋轉 沒有位移 可以 拿掉 Key 其實整理Key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為了 我們在調動畫的時候 不影響我們 也不是不影響 就是幫助我們 比較清楚我們自己在做什麼 因為當你搞不清楚你在做什麼 你會可能會設一些很沒有必要的Key 好 眼睛 眼睛這裡 我們就只有做位移 眼睛就做位移 這裡 也是 就做位移 所以我們只要留位移的Key就好 這邊大家 自己 就可以自己操作 因為這裡其實就是很反覆性的東西 但為了保留所有流程 所以我就 這樣所有的Key的影片都盡量都錄起來 好 眉毛 旋轉 這裡 刪掉 只留旋轉的Key 這就是 會用 用 Auto Keying的時候 其實 比較麻煩的就是 我會啊 我會去整理這些 Key當然不整理 其實也是不影響 因為他身上本身就沒有Key 而且加上我們 在這 Item這裡我們都把Key鎖起來 所以其實 他也不會有所影響 目前我們的Key就整理完了 接下來 下一節我們就 來進入 我們用Curve Editor 來調整我們的動畫 再做一次作細修 在做做細修